4月20号这一天 美国国会众议院终于是以311对上112票 通过了2024年的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 总计大家知道这次提供的金额 是达到了608亿美元来援助乌克兰 但这就可以让乌克兰还有北约感到安心了吗 恐怕是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带你来看到现在波兰的总统杜达他怎么说 他在22号宣布了 如果说接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要来因应俄罗斯在当地西部地区 包括了加里宁格勒州还有白俄罗斯 来强化军备的话 而就会来部署核武 那么波兰方面同样的也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会配合北约来一起部署核武 针对此我们来看到俄罗斯方面 克里的林宫发言人这位是培斯科夫 他就警告了 他说如果波兰境内部署核武 那么俄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自身的安全 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方面得到了一边 现在看到美国包括了刚刚提到600亿美元军援 还有最快昨天我们提到了一周内可能就会到达的武器 甚至现在也传出了说 美国接下来可能会派60名号称是军事顾问人员到达基辅 大家在猜这些人员的功能真的那么单纯吗 会不会直接在战场上面下指导期呢 另外一头刚刚提到说美国的帮忙之外 还有北约国了 可能强化刚刚我们听到部署的核武来对抗俄罗斯 真的会派上用场吗 毕竟如果成真那也代表战事再次的全面大升级 乌克兰这回有了盟国相挺 在面对俄罗斯已经打到接近自己的工业金融大成盾内磁克了 接下来恐怕还有一波夏季的大进攻 真的可能来翻转现在低迷的一个战况吗 今天专家我们全面一次来做解读 再来看到波兰为何公开要求北约要部署核武 是已经知道说俄军将会取得重大的进展吗 乌克兰是现在看到这面积是欧洲第二大国 东西长超过了1300公里 要一路向西阔风险又有多大 介大师怎么看 其实波兰一直是在北约里面 对俄罗斯态度最敌视而且最激进的一个国家 这个当中有很多是历史因素 另外就是说他们本身脱离共产主义以后 大部分这些领导人都是非常反对反共 然后反对社会主义的 那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历史仇恨上 波兰等于说跟俄罗斯还是有一点势不两立的感觉 虽然两国这个历史命运很接 这个常常纠结在一起 那所以就是说俄乌战争以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波兰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里面甚至有人怀疑说波兰很想趁机 要把它过去在二十大战 被那个乌克兰所瓜分的一部分领土 把它要回来 因为为什么现在的这个 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乌克兰的领土 尤其乌克兰的这个比较西边的领土 那么在二十大战以前还是波兰的领土 即比波兰的领土 二十大战以后向东 向这个西移 因为它把一部分过去属于德国的领土 划归给波兰 可是它过去一些比较东边的领土 被当时划分给苏联 就是现在属于这个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这个苏联瓦解以后 它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事实上就像这场俄乌战争里面 其实很多人讲 波兰有它自己的利益 很深的利益存在 领土 领土的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场战争其实真的寒打寒杀 还希望它继续打下去 甚至希望 团聚所有西方力量 把俄罗斯一次解决到 可能这个中间 除了一些小国我们不提 什么立陶宛这些 那波兰是这个意愿最强烈的 所以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多次主张让北约美国的核武器 进驻到波兰 那这次又提了 又提了 当然就是说 会不会最后变成这个 这个 这个好 成真或者部署多少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因为这个波兰不是第一次请阴上阵 对 还是它已经请阴了好几次了 那主要考虑还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那我觉得美国在这个 在这个 怎么讲呢 俄乌战争你已经看出来 它在整个欧洲的战略利益 就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欧洲 然后这个战乱的目的 不是谁消灭谁 而是双方 两个阵营的互相的消耗 然后呢 让美国坐勇其力 可是这个冲突又不能冲突到核战的这个 这个阶层 到了核战以后就没有真正的赢家了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就波兰这个杜达总统这次的呼吁 再次呼吁 那我们看到说美国是怎么样的来部署 因为这个部署核武 基本上还是美国人在决定 我们要带您来现在看到的前线 目前战场的状况 路透社的报道说 俄罗斯的国防部已经声明了 说南部目前的军区部队 是已经完全被占领 这个地方西米哈伊诺夫卡 改善前线的战术情况 这个地方就是位在于乌克兰东部的城市 盾内此刻西南方40公里 俄罗斯的炮火现在猛烈 客攻的发言人说 就算乌方现在有了美国的援助 也不会来改变现况 只会导致更多的乌克兰人因此身亡 我们现在来看到俄军 为什么可以持续的在前线突围 接下来我们担心 还有的是春季的决战 可能因为美国的军援 而现在延后吗 介大使怎么看 这个战争 基本上你说它会扩大 我是觉得不太是会事实 因为俄罗斯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已经 应该是达到 它已经想要达到战争的目标了 但它战争并不是要消灭这个国家 也不是怎么样 要侵占更多的领土 那它的战争基本上就是要把 这个所谓俄语区 就是说在乌克兰统治之下 受到迫害的这些讲俄语的 乌克兰的老百姓 他把它拯救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这个所谓的就是说 把打击新纳粹主义 对于这个乌克兰境内 对于这个二次大战的历史 那这个逆流 就是说去拥抱纳粹主义 或者站在纳粹角度来看那一段 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一起联手 来在二次大战 来跟纳粹对抗这些历史 他对一些主张纳粹这种 从纳粹角度看这段历史 他给予一些惩罚 大概就这样了 那另外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要打断 就是说西方国家 把这个乌克兰纳入北约体制的 这个想法 那所以大概他已经都达到目的了 现在这个一千多公里长的 这个整个的战线来讲的话 事实上战火是比较零星的 虽然某一些据点上打 可是呢 你看俄罗斯这个线守住以后 哈尔科夫也没有动 对 阿尔德萨也没有动 那这表示就是说 对目前的战果来讲 俄罗斯是首次为主 现在这一千多公里的这个 这个俄乌边界 我告诉你 什么东西最多 地雷 鬼雷 反人员 反装甲的地雷 到处都是 你要踏进地雷阵的话 那你就 你就准备大量的伤亡 我也没有看到俄罗斯 有这么大的兴趣 再去踏到这个乌克兰的地雷阵 倒是乌克兰 它有收复失地的这种 急迫感 所以他不断地讲反攻 不断地讲反攻 不断地讲反攻 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乌克兰现在拿到武器以后 就看乌克兰要不要主动 那现在是 春光明媚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一片怎么样 天清涕爽 是适合打仗的日子 我倒认为乌克兰拿到武器以后 看这个泽伦斯基 是不是能够在重整旗鼓 再去收复失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现在俄罗斯的战略来讲的话 那就以托代变 我已经战了 那等你来抢 你抢就是一比十的 一比十的比例 看你能抢会多少 你要走错地方 地围阵就把你的人 坦克通通就自然消灭掉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关心 围棋三周的这一场 美飞的兼并兼军演 4月22号正式开幕 那么我们看到美飞两国 这一次动员人数非常的多 围棋三周一共是达到了 16000多名的军人 这个兵力规模已经是超越历届了 另外我们来看到 还包括了有澳洲的国防军 还有法国的海军 一起参与在这当中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 兵力规模超越之外 今年演习地点主要就是集中在 包括了菲律宾的北部西部 还有靠近台海跟南海的地方 美飞的特种部队 还将会在临近台湾 我们画面上您看到 这边的巴丹群岛 来举行夺岛的演习 我们要来看一下 包括了美中飞 还有菲律宾获得了 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 这个鳄龟的印度制武器 在这边的一个最新的角力状况 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场演习 说是动员了最多的一次人数 一万六千多名军力 华盛顿用这样的规模 就能够来对北京产生威哲力吗 大使如何看 我觉得就是说这只是一个演习 而且演习的话 基本上我想大概实力的话 真正以装备军事实力 当然还是以美军的实力最强 那美国跟这些国家 都有它的协防条约 一些跟菲律宾 所以它举行军演是正常的 规模大是因为可能看这个情势 它把它做得大一点 那澳洲你要看它的 澳洲军队跟法国军队 它并不是主力 它只是这种形式上的参与 所以当然基本上还是美飞 不过我觉得比较敏感的时候 你的地点来选择 那你巴丹群岛那个地方 离南海这个争议岛屿 事实上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它要这个 怎么讲呢 要有所指的话 那你就放到比较靠近 争议岛屿 你就靠近黄远岛 你去仁爱礁去演习 我们看到菲律宾 跟美国最近几次演习 它这个选择地点上 都距离争议岛屿比较远 巴丹是菲律宾的领土 它没有什么领土争议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演习 那我也不认为这个演习 它能够在短时间 或者说日本送给菲律宾 一些这个陆岸机的雷达 这个印度给了这个菲律宾 一些飞弹 就可以立刻让菲律宾的军队 脱胎换国 可以单独可以中国大陆的这个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军事部署 产生抗衡能力 我觉得这个里面 其实是展现就是说 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 可是支持又如何呢 支持的话 那你今天 你说实话 真正菲律宾跟中国大陆 在短兵相接的地方 都没有看到美国的影子 对 你要打起来 对不对 比如说在这个仁爱礁部阱 你看到美国军舰吗 对不对 你在这个黄岩岛的这个 这个对视的时候 你看到美国吗 美国都躲得比较远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这个是美国想要 做出一些威慑式的一些作为 可是那个架构 我认为原来都存在 就是说美国跟菲律宾也好 跟澳洲也好 它这个协防条约都存在 那也不是新的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新的军事联盟 是旧的军事联盟 旗下做的这个军事演习 那我觉得就是说 真正到了比较危机的时候 那还是看就是说 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会怎么做 嘴巴讲没有用 军事演习也没用 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还要看菲律宾自己 是不是相信 它如果跟中国大陆 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那美军会直接冒着 跟解放军直接冲突 上升到这个不可收拾状态 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资源 还是美国呢 他这个说 这是达到启动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 已经条件了 启动到真是行动 其实中间还有好多个步骤了 到一个什么步骤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海上的争执 领土争执 基本上还是看实力 那如果说当事国 主要当事国 菲律宾本身的实力 还是差距太远的话 我不认为它会有很多 突破性的作为 大使您用怎么看 我们可不可以 简短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他去了大概也没有办法引起注意吧 因为这个是有29个国家 而且都是大咖 中国大陆是这个 军委会副主委张又霞 亲自去致辞 海军总司令全程参加 美国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去参加 俄罗斯是海军部长去参加 各国都是非常高层的 那这是一个多边的一个国际舞台 那菲律宾当然想去搞南海 搞中国军事威胁 可是我想他大概预先有试过 大概都没有人理他 而且又是主办主 又是中国大陆 他得不到任何目的 所以他去了也是没去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美国去的话 基本上如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也不坑气的话 那美国也很尴尬 所以既然不讨论南海 也不讨论任何美中 就是说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 这些领土的争执的话 那我想美国也会跟菲律宾讲 说你不要来了 你来的话你要提南海 你让我的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怎么表态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个会议的层级比较高 不太处理这种双边东西的 那主要是处理什么 这一次我想有两个重要的 这个讨论的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在海上飞计划的相遇 就是军事舰艇飞计划相遇的时候 他们就是想要谈就是说 这个无人机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军事舰艇上 都有无人机 那无人机在空中也会 就是unplan 就是没有飞预期的相遇 那通常他们要有一个互动的准则 想要大家商讨一个互动准则 这有正式要办的 不是给人家做秀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现在的各国尤其大国现在有很多无人艇 那这个无人艇在公海上的 这个非计划的 这种相遇的时候 都有一个互动准则 是你靠右走 还是我靠右走 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表示是呼害的 这些都是国际上非常关切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是这个西太平洋海军会议 第十九届 在青岛举行 有人轮到中国大陆来主办 我觉得讲了那么多 基本上菲律宾是避免尴尬 为什么 去了以后你去谈南海 美国也不吭气 日本也不敢讲话 澳洲也不讲话 那搞不好俄罗斯还逊尼顿 那他去干嘛 所以他就根本不去了 去了也没有 达不到目的 反而如果说他要 想要讲自己话 没有人声援 对他来讲 尴尬 很尴尬 而且是对他是一个负分 没有得分而负分 是 谢谢大师 同样开放参观的 还有什么呢 就安排记者前往 是在青岛港 这个43号码头的地方 也是让记者前去参观 这一次是做什么 登舰 参观就是这个 画面上您看到 052D型的驱逐舰 好 这个是贵阳舰 那和051C型的驱逐舰 石家装舰的内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他搬出了 最先进的这些万顿大驱 让台湾媒体参观 这个这一次有没有宣传 还有威辙的一些意味呢 谢大师怎么看 这样子 这个其实70年 就是说五年前 他70周年 这是75周年 那时候也是扩大举办 只是说他当时只邀请 外国的军官团 军官上见 媒体通通没有上去 这一次活动 不是只有台媒受邀 有外媒 港澳台 一钢子 我们台媒就三个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 可能是我们台媒提出来问的 那我觉得就是视野太小了 中国大陆是做国际宣传 不是对台湾做宣传的 所以他当然就说 他不会 他任何都是标准 他不具针对性 他任何的操脸或者说演习 都不会具针对性的 那不过他这一次倒是我觉得 这个跟过去五年前 他事实上他没有 他五年前他没有开放这个媒体 就受邀的外媒跟港澳台媒体 登检这次开放 那可是他还是有条件 不能摄影 那可是呢 就展现说中国大陆 现在他的这个所谓宣传 军事宣传 事实上军事外交 他的媒 他的尺度更大了 那自信心也比较强了 那他这一次这个052D 其实为什么选这一型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型 是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事实上数量最多的一型军舰 是 他实际在服役就25艘 另外正在水 这个水 水士 还有正在制造 还有已经在西装的 加起来差不多有10艘 那这个大概7500吨 现在是等于中国大陆海军的一个主力 主力这个飞弹 飞弹这个驱逐舰 飞弹驱逐舰 那我觉得他就是说已经可以拿出来 公诸于世 让大家上去 尤其是媒体上去 让大家看 那当然是要展现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实力 对啊 那你说他要威责 他不是只威责台湾 他是威责所有的国家 尤其要给 威责给这些日本韩国 美国的媒体上去看一看 中国大陆飞吾下阿盟 是这个军事实力 是实打实的 可以让你看 那么就这一艘7500吨的这个排水量 满载排水量 有64个垂发系统 你去看看韩国的那个 最近的那个 他那个四中大王还是 最近一艘 12000吨 垂发系统也差不多这个数目 所以这个垂发的话 基本上你看他搭载的这种 这种的武器 这么多元 我觉得就他来讲的话 对大陆来讲的话 他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军事的实力的 到达什么样一个水平